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好 我们先看到台北股市大盘指数 这个礼拜先是冲高到11270的高点之后 出现了剧烈震荡 礼拜二突然下沙大跌了100点 礼拜三先下沙大跌了100点 礼拜四先从平盘以下急速拉升 一度涨了116点 看起来又要创新高之际 尾盘又打下来 留了一个100多点的上影线 礼拜五早盘是先跌了76点下来 下半场又慢慢的拉回车平盘附近 最后是小跌18点 收在11147的位置 周线上来看 这个礼拜指数的一个周线 是留了一个这个地方 很明显的十字线 在这边高档剧烈震荡 对不对 好 那再谈大盘指数 接下来会怎么走之前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先来看一看 当这波大盘指数 当然现在看起来是过了10882前波的高点 然后冲高到11270 这波多头我看起来看指数真的涨得又急又快又强 可是各位投资朋友 我再问大家一次 当指数这波冲过10882高点之后 才跳进来买股票的投资人 真的这时候能够赚得到钱吗 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不对 你会发现之前7000多 8000多 9000多 当然一路做多上来都是赚钱 可是当这个时候 过了10882高点 才跳进来买股票 反而越来越多人套牢了 凭概股我们就不讲 之前去年9月份 我再三跟他强调 iPhone X会销售不如预期 结果红海到现在 股价指数已经冲到了1011270 股价都还在当时10664的一个位置以下 这个地方高点早就出现了 对不对 凭概股我们就都不多讲 前阵子最热门最夯最强的题材是什么 就是那些电子材料零组件 每一个都在说 现在要买股票 就要买这种在涨价 代表产业趋势是最热门的 那这个买了就一定会赚钱 各位投资朋友 真的是这样吗 你会发现 最近你还在买这些 所谓涨价概念股的部分的时候 LED的经典 10882的时候 那时候11月底 我就说利多频传 说什么走出谷底 也一直有多好的时候 大户在出货转弱讯号出来 那时候我们还在61块半附近 就先龙卷放空一趟 杀下来 对不对 赚了一趟了 这阵子反弹上来 很多人又说 现在3D感测很夯 LED晶电也是3D感测概念股 就连外资也在喊进 这时候如果你跳进去买 你有赚到钱吗 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 前几天 这是在 这个1月24号 其实也才礼拜三而已 我们还有54块多可以去放空它 54块多放空之后 各位投资朋友 这两天杀下来 对不对 现在已经怎样 跌到今天最低50.8了 指数你看起来好像还在涨 很多人一档一档的套牢 不止晶电 这我们放空已经赚两次了 对不对 华邦电你也看到 当时10882的时候 股价还有28块附近高点可以空 现在已经杀到哪里 指数是涨到这个礼拜 11270 股价呢 却从那时候最高30块左右 我们空在28块 已经摔到了23块的价位 对不对 再来看到 这个稳帽 同样也是平概股 但是大家都说 这个红海不要碰 你去买那种3D感测的 这种新产品新技术才有机会 结果呢 结果那时候说大户在出货 转落讯号出来 所以建议会员朋友 300块附近放空的 那现在呢 现在当指数冲高到 11270高点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股价已经从300块 杀到240块 这代表什么 代表越来越多的投资人 当指数冲过了10882 才想要进场买股票的时候 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是不是套牢在里面 可是我们就在这时刻 空军一档一档起飞之后 一档一档在获利啊 被动元件 这也是报价 持续在喊涨的 我说大户在出货 转落讯号出来了 三尊头出现 所以那时候华星科 108块去空它的话 现在也都在一个一个赚钱啊 对不对 南亚科说去年大赚14块的EPS 我说大户趁机在出货 转落讯号出来 那时候还有这个84块附近 可以放空 现在也已经杀到这个礼拜 最低跌到80块以下 最低跌到78块了 你有没有看到好多股票 一档一档下杀 包括前两天 跟大家再提醒 被动元件出了华星科 之前我们空军起飞 大获全胜之外 这两天又再空了一档被动元件 谁呢 2327的国具 那国具的部分 在前两天 礼拜三而已才在提醒大家 当他公布上一季营收说很亮丽 然后报纸都在写 MLCC供不应求持续在涨价 今天店主也要再涨一波 可是呢 我说技术指标已经二度高档背离 融资在大增 散户在抢劲的背后 外资逢高持续在调节卖超 K线雾云照顶形态出现 所以呢 这时候前两天而已 礼拜三 400块附近 融券放空 对不对 空完之后 各位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当现在还在做多 还在抢股票 都觉得只要产品涨价 股价就可以买的投资人 一个一个套牢的时候 那我们400块附近 融券放空的 前天还有400块可以空 其实今天早上你要空400 都还有400块可以空 到收盘已经杀到多少 373块下去了 今天中错了多少钱下来 已经从400块到373收盘 已经又跌了27块 对不对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盘式 我为什么一直在之前提醒大家 大盘是出现一个假突破的走势 因为你仔细看就会发现 当指数突破10882高点之后 看似指数很强劲 继续在上涨 但是进场追高的 买股票的投资人 却在一档接一档套牢之中 你说这不是假突破 什么叫做假突破呢 对不对 那重点来了 那别人在这里做多买股票 10882过了才去买 现在在套牢的时刻 你有没有看到 县荣老师带着会员朋友 这次针对这些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电子股 一档一档空军起飞 一档一档的继续的累积获利了 而这还是指数 现在还在称在高档 对不对 那这礼拜现在指数靠什么在称 现在台积电已经在这地方 气力有点放进 连跌三天下来 现在跑去拉台速四宝 对不对 跑去拉中钢 或许有人就是让指数 现在还要称在这里 可是指数还在称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一档一档获利了 Fear of Missing Out 简称FOMO 那是指在一种担心失去 或是错过什么的焦虑心情 又称为局外人困境 也就是现在看着股市 哇多头一直涨一直涨 原备份这样一直涨 投资朋友担心 错过了这一波多头行情 错过了指数涨 这个行情涨 股市涨 赚钱的机会 所以呢 所以纷纷跳进来买股票了 那这样买的时候 当大量的买盘涌入 推升了行情的价格 但是提醒大家 这种并非是 这个只是因为看到价格正在上涨 而非真正看好商品的实质价值 而跳进来买的股票 造成的价格推升 其实就是一种标准的什么 泡沫现象 那泡沫慢慢的会膨胀 但膨胀过度之后 就会开始缩减 而且一旦戳破 往往价格 最后都是急剧的下跌 这一点一定要特别小心 那其实现在大盘 嘎空 这个所谓的泡沫三部曲 提醒大家 第一步嘎空 死空头正逐一阵亡之中 过去两年 很多空头老师一路的空 那都告诉大家 大盘要崩盘了 现在呢 当然不敢讲大盘 因为指数已经涨了两年了 当然实际上死空头 正在逐一的阵亡之中 接下来要注意的是又多 最近看到很多没买过股票的 听说股市很好赚 纷纷的跳进场买股票的时候 那我问问大家 大户不在这个时候出货 长期的大户不在这时候出货 什么时候出啊 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又玩多之后 反手杀多 泡沫一旦破灭 就是开始急剧下跌 所以呢 所以这地方 接下来操作 我只能提醒大家 大盘已经走了两年的多头 从7000多 8000多 9000多 1万多 县荣老师是一路做多 但是在这个时刻 该是要注意风险 该是空军起飞的时刻了 那为什么县荣老师 要再三在这里 提醒大家要注意风险 要空军起飞 有些网路上的酸民会说 这个明明就是个多头 县荣老师 这个地方才来喊空 这次会被嘎到翻过去 其实我听了都是笑一笑 做股票 其实我一直强调五个字 反市场操作 什么叫反市场操作 就是要能够在股市当中 谁能够成为最后真正的赢家 不是那种死空头 也不是死多头 而是能够真正的 去在整个多空大循环当中 掌握到多头的起涨点 也掌握到高档反转的时机 这样才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 那县荣老师也再三跟大家强调 我带我的会员朋友 带着我们极品操盘团队 会员朋友操作 保护会员朋友 永远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务 帮助会员朋友将获利放进口袋 则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使命跟责任 县荣老师拒绝当死空头 也不当死多头 而是该做多的时候 权力做多 行情不对 空军自然也要起飞 就像两年前台北股市那时候 攻上了10014高点 对不对 那时候各位投资朋友 在这地方 很多人也是跟大家讲 10014高点不用怕 因为那时候快要什么 快要选举了 很多人就说选举行情 执政长一定会把股市在选举之前 拉上去 然后会上看到12682 结果呢 结果县荣老师跟大家讲什么 来回顾一下 两年半前 2015年的4月份 指数那时候 那一天最高来到多少 10014高点 我建立我会员朋友的是什么 这两天除了部分持股 陆续获利了结 也开始建立空单部位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看到大盘要回党了 因为我已经看到人生有几次万点可以空的机会 所以建立会员朋友把握那次 这个万点10014放空的机会 也提醒过大家 小心大盘会回到十年线 到时候再来拼大的 那后来呢 后来真的等到大盘跌到十年线了 对不对 从10014先杀一波到70271 急速反弹到8871 再杀一波到7600点 二度来到十年线 那这时候消息面 哇一堆的利空 对不对 人民币那时候是在重扁 陆股是在熔断 油价在急跌 美股在重挫 好各位投资朋友 那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那个时候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你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这是2016年1月14号 两年前的这个时刻 指数杀到7700多点 对不对 看起来哇这地方 国际油价跌到每桶30块美金 美股是大跌300多点 我说当时我预告台北股市 小心会回跌到什么 十年线再来拼大的 这波中期回档长达半年 跌了2000多点 现在已经回到十年线以下了 消息面利空不断 指数持续在重挫破底的时候 看似弱势已经到了低档底部区 所以我说该是拼大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一路以来 现龙老师就是从当时7000多 开始一路的拼大的 对不对 那时候7900点 国际股市动不动还跌个200多点 我也跟大家讲 接下来台股准备进入出生段 多头火速归队 趁着指数还在7000多点 是继续拼大的 8000多点的时候 现龙老师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来这是这个8500点 指数那天大跌179点 对不对 端午节放完价 美股重挫 台股补跌下来 我说接下来第三波 主升段要来了 长线目标上看9961到10425 看法都没有变 那天重挫179点 那天指数才在8500点 我说好股票赶快趁着大盘拉回来 站在买方继续做多 对不对 这一路以来我们就是这样 然后还经历了 包括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经历了这个英国脱欧的一个风暴 大家都担心这些黑天鹅 会造成金融风暴 现龙老师都没有改变看法 一路的做多上来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了当年两年前 如果你没有跟着我的脚步 7000多点权力做多拼大的 现在是不是只能够后悔 千金难买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药 现在事后后悔于事无补 当下既得都要下定决心 那现在我只能提醒大家 当大盘指数这个礼拜 已经涨到11270 7600点 我说多头火速归队 权力拼大的初升段 对不对 8000多点 我说主升段来临 对不对 现在大盘已经到了陌生段的尾声 消息面力多不断的时候 永远要记得 恐慌见底 乐观会做头 行情高档力多不断的时刻 这时候该怎么操作 一定要先抢清楚 不要忘了反市场操作 永远是股市最高原则 当这个礼拜 大盘的融资予额 来到1766亿的波段新高了 而成交量却是高档背离 五周军量却跌于十周军量 这时候该怎么去操作 县荣老师提醒大家 其实懂技术分析的会知道 这时候大盘指数 还没跌 很多股票已经开始先跌下来 我们放空的股票 正在一档一档获利 接下来大盘指数 一旦中期回档开始 到时候我们会赚得更多 所以中期回档极佳乃林之下 县荣老师关心您的股票投资 特别帮大家规划这次 空把空空作战计划之 0800优惠专案 汇费给大家最大的一个诚意了 那在接下来过年前的一个操作 通通算我的 详细内容想要了解的 都欢迎大家 待会休息时间 来跟我们来做联络 提醒大家 0800专案最后倒数的五天 休息一下 马上第二阶段再回来 运达特布 好看 弄在这啦 举起身装运达特布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布APP 获电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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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评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轻职 乘会专线 02-2781-0909 运达特布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当这个礼拜消息面利多不断 美国股市看起来一直在涨 油价看起来涨到了每桶60块美金 大家都说经济很好 外销接单连续17红 10月里创下近17年的新低 这么多利多 为什么现龙老师反而提醒大家 这里要小心 你永远要记得 股市当中不变的定理 反市场操作 乐观会做头恐慌才会见底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刻 当大家都只看到利多 而已经忽略风险的时候 其实股市不是没有风险 只是被大家忽略了 风险在哪里 再提醒大家一次 2018年注意五大风险 美股税赶对台湾的冲击 之前提醒过大家 川普的税赶 台湾未蒙其力 最后会反受其害 因为到最后 就是要引发所谓的贸易战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慢慢的开始发生了 川普已经针对洗衣机太阳狼 不能开出第一枪 实施高关税 这只是第一枪 再来呢 再来这地方还会有第二枪 第三枪 重点看起来 所谓的中美贸易战 针对的是中国 但是要小心 两只大象在打架的背后 到最后被踩死的是谁 将会是台商 好 再来看到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我就已经再三叮铃 iPhone X十周年经典纪念款推出来 从技术面上来看 小心最后会叫好不叫做 对不对 这是我去年九月份就在讲 现在已经证实 对不对 越来越多的外资都在说 哎呀现在iPhone X的销售量 会几减50% 差别在哪里 差别我在讲的时候 鸿海那时候的股价 还在110几 120几 跌到这里 好这地方外资才来看衰iPhone X 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要去学好技术分析 真的可以去领先看到很多东西 那重点是 那现在利空出尽了没有 这只是第一阶段而已 再来当iPhone X销售不如预期 现在消息也开始传出来 苹果今年要推出三款的新iPhone 规格曝光 其中廉价版的iPhone X 现在因为卖三万五四万块 太贵了卖不好 所以准备只卖个两万块 那关键来了 苹果iPhone X 如果说只卖个两万块 那他会自己牺牲自己的获利吗 不会啊 对不对 到最后只会要求 零组件供应商 跟着必须要砍价 这是今年苹果供应链 最大的梦魇 一定要去小心 再来这当中 比特币泡沫会不会破灭 金融风暴会不会发生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 很多做梦行情 已经碰轰过了头 这时候正在面临一个股价 大幅度的准备要回档 所以其实有好多股票 最近大户出货 转弱熏陶出来 早就已经开始下沙了 这时候投资炮该怎么去做 只能想一想 对不对 两年前大盘7000多点 油价跌到30块美金 美股动不动结个300多点 人民币在重扁 对不对 入股在熔断的时候 县荣老师告诉大家 十年线附近拼大的 当时相信我的 过去这两年 赚了真的很多很多钱 对不对 那没有听我的 不相信的 当时觉得指数 一定会跌到7000点以下的 事后就只能留下后悔 而现在呢 当美股看起来涨个不停 由价涨到60块美金 外销订单 看起来连时七红 创新高的时候呢 这时候已经来到11000点 我只能提醒大家啦 这时候 如果你还要再买股票的话 希望你过个三个月 过个半年之后 又是只留下后悔 那不想要留下后悔的 记得当下就要下定决心 恐慌见底乐观做头 行情高档 利多不断的时刻 该怎么操作 不要忘了反市场操作 这里叫人弃我弃 这里该是人弃我弃的时刻了 所以呢 所以我们的这个地方特别提醒大家 小心全球股市的超级泡沫 正在成型 而超级泡沫到最后的结局 就是破灭之后 开始急剧的下跌 不想要在这时候受到重伤的 我们的空军 正在一档一档的起飞之中 好那你看到其实指数 还没跌下来 包括县荣老师前两天 放空的国具 今天又大跌了22块半 是400块空的 现在空个五张已经都赚十几万了 对不对 再来呢 好再来还有一档电子股 这档是电子股 上一季说营收年增15% 然后说切入到电竞啦 VR啦 智慧家庭啦 什么题材都要去沾点边的时候 注意到散户看到这些利多消息 融资抢进去 散户用融资开始大买 股价呢 这个地方却是开高走低 一根带量空头吞噬出现 这不就跟之前的晶电啦 华邦电啦 这个华兴科啦 这个国具啦 一样一档一档 开始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了 这种带量空头吞噬出现 接下来会怎么走 投资朋友一定要去想清楚 我只能提醒大家 之前晶电我61块半空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跟上脚步 对不对 这一次反弹54块空 有没有跟上脚步 华邦电28块空的 现在跌到23块了 对不对 稳帽300块空军起飞 现在跌到240了 华兴科108块空军起飞 现在跌到90块以下了 对不对 南亚科84块空的 现在10张也赚个6万块左右了 国具400块空的 一档一档再赚起来 如果想把握这些赚钱机会的 赚钱的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再三提醒大家 空爬空空作战计划之 0800优惠专案 现在倒数最后5天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待会休息时间 由我们咨询电话 指明加入 县荣老师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